平日无论是围坐着聊天还是溜达散步,这里的人总会踹上一把煮熟的造脚籽剥个不停。 两个兜的围裙是标配,一个兜装带壳的造脚籽,另一个兜装剥好的造脚米。 这是贵州省知金县猫厂证人的一个征收行当。 它这个不分那个年龄大小,小到五六岁,老到七八十岁来,只要手指能活动的,它都可以去加工。 造脚米又称造脚人,造脚精,是造脚的果实,在食品,医药,纺织,皮革制作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由于造脚米选品精细,不能使用机械剥子,当地加工企业收来造脚子后,就分发给镇上的每家每户,剥去壳和胚芽,再以美金十元的价格回收。 镇上的老百姓,接近两到三万人加工,然后我们再进行回收,付给老百姓一个工费,加工这个货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一年要付出六百万的一个加工费用。 一颗颗靠手工剥出来的造脚米,如今在镇上兴起了一个近五亿元产值的绿色复明产业。 猫厂造脚小镇的名声也由此打响。 近日,记者来到猫厂镇,走在街巷,不时能见到小镇及周边村寨的居民带着剥好的造脚米前往加工企业称重计飞。 猫厂镇新寨村村名唐明,除了利用农咸剥造脚米,还公职于镇上一家造脚加工企业。 已经来到入庆年,主要是挑选这个啊,包啊,上烤箱啊,都得做。 这个偏居西南内陆腹地的小镇,何以将造脚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与造脚广阔的销路有一定关系。 猫厂镇种植造脚树已有几十年历史,最初当地人只是将造脚用于洗头,造脚籽、造脚刺都被扔掉。 20世纪80年代,猫厂镇一位走南闯北的货郎,在云南一个中药材市场看到有人收购加工的造脚籽,且利润不菲。 于是他回到家乡四处收购,将造脚籽加工为造脚米,再卖到省外。 由此,猫厂造脚逐渐打开了市场。 如今,资金县已将造脚作为主导产业,以猫厂镇为中心,在全县种植造脚52.07万亩。 当地造脚产业逐年发展壮大,也得益于金加工。 2020年,坐落于猫厂镇大寨村工业园区的造脚加工厂建成,目前已有7家造脚金加工企业入驻。 生产车间四季步停歇,年加工造脚金4000余吨,成品1600余吨,占中国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 年销售额达4.8亿元,这里也一跃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造脚金加工基地。 现在造脚这一块的话,主要我们还是以这个初级农产品对外去销售的。 但是的话,像我们自己的企业,包括我们社会很多会员单位的。 不停的话就是在跟那些高校共同去研发这些精神产品。 现在我们跟广东工业大学共同研发的话有20多个品。 接着在造脚加工厂展厅内看到,从未加工的造脚刺到深加工的造脚跟造脚洗发液,琳琅满目的造脚产品整齐罗裂。 一些产品不仅撬销国内,还远销海外多国。 现在主要的话,像出口的话,马来西亚量还是比较大,东南亚国家嘛。 包括那个香港地区啊,台湾地区啊这些量还是比较大的。 如今,资金县造脚产业已初步形成及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该县当前还以发展造脚产业为中心点,多元发展造脚零下经济, 实施造脚产业相关配套项目,不断完善造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助力乡村振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